国庆烟火睽为9年再度到台中来释放 台中市政府使尽全力来宣传 市长卢秀燕更使用AI科技 结合33年前担任主播时报导国庆庆典的照片 来场跨越时空的广告宣传 而9号10号两日会场周围的凯旋路 中科路 经贸路等干道都会进行交管 呼吁民众搭乘捷运或是会场的接驳车 前往舒缓交通的压力 没有看错这是33年前担任主播时的卢秀燕市长 为了宣传国庆烟火在台中卯足全力 大玩AI科技来场跨越时空的宣传 交通局人员赶在时间前布置三角锥 这次国庆烟火会场凯旋路 中科路 经贸路等干道都有交通管制 虽然附近都有停车场 但呼吁民众可以选择搭乘捷运至文星櫻花站或是文华高中站 再徒步前往会场 或是选择搭乘交通接驳车 节省困在车阵中又找不到停车位的困扰 有关这次我们在台中市府的网站 包括警察局 包括交通局 包括建设局等等 都有APP 台中交通网的APP 另外本次国庆烟火请勿以做最完善的交通疏导管制措施 请民众多加的配合 今年的国庆烟火将搭配爵士乐演出 以及首创无人机搭载烟火 展现十足台中特色 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记者赖以银台中采访报导